嗨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呀 我是维多 欢迎回到第二期的维多之声睡前冥想 我在录这个音频的时候呢 也是在睡觉之前 是因为我想要和你们有同样的心境 我们每天在一起做这一套的感恩练习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探讨 如何将魔力带入你的生活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身处何处 不管你周遭的环境如何 感恩的魔力将使你的生活获得全然的改变 朗达拜恩在他的工作期间 曾收到过数以千计的来信 他们都来自于那些曾经极度潦倒 后来依靠练习感恩改变了生活状况的人 这本书的作者见证了感恩 在那些病入膏肓的患者身上缔造的奇迹 他见证了无数个婚姻得到拯救 破碎的关系重修圆满 他还看到有人从一贫如洗到飞黄腾达 从绝望的谷底直冲幸福的巅峰 感恩能让你同他人的关系更加和谐 而且更加有意义 不管你们现在的关系看上去有多么的糟糕 感恩还能奇迹般的让你的生活变得富足 让你有足够的金钱去做你想做的事 感恩能够改善健康 让你获得想都不曾想过的幸福感 其实在维多看来 当你真的感恩 你会感恩你身边的一切 每天为你服务的书 笔 笔记本 手机 桌子 你身边的人 朋友 家人 老板 同事 会有一种毛茸茸的 温暖的 可以覆盖你全身的力量 那就是感恩带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 感恩施展着它的魔力 让你的事业一帆风顺 成绩非然 或是祝你获得心仪的工作 及任何你想达成的目标 事实上 不管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做什么 想要什么 感恩都可以帮助你实现 感恩的魔力会让你今后的生活光彩夺目 心存感恩 你就能够冻析生活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你的生活到底缺了哪样东西 感恩的生活态度 会令你在每天醒来时 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动 你会发现自己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所有的事情都轻而易举 你会感到自己的身体轻盈的像一根羽毛一样 那种幸福感是你从未体会过的 而这一系列的视频将会帮助你体会到 你就像是一颗轻盈的羽毛 满满的充满的溢出你心里的幸福感 生活或许会有挑战 但是你会学习到如何克服它们 并从中有所收获 每一天对你来说都充满神奇 生活将在这一系列的视频中 回归孩童般的魔力世界 你的生活充满魔力吗 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你到底对生活怀有多少感恩 审视生活的各个方面 金钱 健康 幸福 事业 家庭和人际关系 凡是那些你认为比较优越的方面 必然是因为你对其心怀感恩的次数更多 富足和美满也必然是对你感恩的回馈 那些你认为不尽如意之处 也正是因为你缺乏感恩之情而造成的 这几个方面请你再去想一想 金钱 健康 幸福 事业 家庭和人际关系 你在哪一个方面经常习惯性的付出感恩 又在哪一个方面习惯性的抱怨 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不去感恩 你将不再获得回馈 生活的魔力也会消失 当你不感恩的时候 你阻断了更加的健康 更好的关系 更多的快乐 更多的金钱 以及你的工作和事业发展 欲先取之 必先予之 这是感恩的基本法则 用感恩表达你的谢意 做不到这一点 魔力将离你而去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所期望的生活 不感恩的底线在于 一边索取一边毫无感觉 将索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一旦身处这种状态 就等于是在毫无防备地 从自身这里索取 信力法则曾说过 物以类聚 因此我们理所当然的索取 也终将被索取 记住 不存感恩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已经感恩的 就算是他已有的 还要加倍给他 人一生中总会有 某些时刻心怀感激 然而想要见证感恩的魔力 为你的生活带来神奇的变化 你必须不断尝试 让感恩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魔力是有一个公式的 一本 赫勒敦 学者 政治家 他说 知识是一座宝库 而实践是开启这座宝库的钥匙 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我们可以知晓 在施展魔法之前 人们通常要念一段魔咒 要施展感恩的魔法 也同样如此 你首先要说的魔咒 就是感谢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的表达 才能让你明白 感谢对你的人生 有多么重要 想要心怀感恩的生活 见证感恩 为你的生活带来的魔力 你必须有意识地使用这句话 并充分理解它的重要性 它要成为你的一个标签 才可以 感谢是通往你理想生活的桥梁 魔力公式有以下的三点 一 有意识地思考并说出魔咒 感谢 二 越频繁地思考和说出这句魔咒 感谢 你的感恩之情就越强烈 三 你所思考和感受到的感恩越多 你的收获就会越多 现在呢 我来举一个例子 在维多的事业当中 最想要感谢的是B站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 和正在听这个视频的每一个观众 所以我有意识地在思考我需要感恩 而且我在这里向你们发出我的魔咒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感恩是一种感觉 因而练习感恩的最终目的 是让你尽可能地觉察它 这一过程会催生出力量 推动魔力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牛顿定律体现的是相对性 你给出去的就是你会得到的 很公平 这就意味着 你提升了对感恩的觉察能力以后呢 生活的各个层面也会公平地回应你 这种感觉越真切 你的感恩就会越真诚 生活的变化来得就越快 这就是魔力 当你发现只需要如此少量的练习 那么容易就能把感恩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当你看到感恩为生活带来的美妙改变时 你将永远不想过现在或者以前的生活 生活的改变程度取决于你练习感恩的频率 少许练习只能换来微小的变化 而日复一日经常重复的练习 会让你的生活彻底改变 这种改变将超乎你的想象 维多在念这本书的时候 请你时刻记得 这是一本魔力之书 当我们表达感恩时 我们要永远记住 最高的谢意并非是用嘴说一说 而是必须实践它们 在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当中 为大家精心准备了28种神奇的方法 让你学会运用感恩的力量 来改善健康财富工作和人际关系 不论是小小的愿望还是伟大的梦想 这些都将助你梦想成真 你还将学会如何用感恩之心来解决问题 扭转不利的局面 接下来的内容会让你着迷 但你必须勤加练习 否则听完这一系列的视频 你依然毫无所获 改变人生的机会 将白白地从你的指缝中溜走 为了保证这种情况不至于发生 我们将把这一个视频 做成28天的感恩练习 让感恩的态度渗透到 你的每个细胞当中 成为你潜意识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为你的人生 带来持久的改变 连续28天的练习 让你将感恩固化成一种习惯 和一种生活方式 通过连续集中的感恩练习 使你可以很快地见证魔力 发生在你的生活中 每一种练习都将成为 你的一笔人生财富 它将会在许多方面 拓展你的知识 通过练习 你将更加了解 人生是如何运作 进而领略 如何轻松实现你的梦想 现在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在接下来的28个视频当中 在接下来的28天中 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感恩练习 前12种练习方法 目的是让你能够感恩 现在以及过去曾拥有的 因为你只有对过去和现在 所拥有的心怀感激 感恩的魔力 才能帮助你在未来获得更多 这前12种练习方法 能够将感恩的魔力 立即化为行动 接下来的10种练习方法 是借助感恩的神奇力量 满足你的愿望 梦想 以及一切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通过练习这些方法 就能梦想成真 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状况 发生奇妙的改变 最后的6天 最后的6种练习方法 能够助你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感恩的魔力将灌注你身体的各个细胞 根植于你的心灵 你将学会运用感恩的魔力 帮助其他人 解决困难 摆脱当前或者今后人生中 遭遇的种种逆境 你不需要特别安排时间 因为每一个练习的设计 都将配合你的日常生活 唯多会把它融入你的起床前 或者是睡前的冥想 你只要随时带着这个视频 无论你走到何处 魔力都会发生 之后的这些练习 有的是和精神练习 有的没有时间限制 这样子的话 我在前一天会提前通知你 如果你喜欢临睡前阅读一下 第二天的练习内容 也可以提前准备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当这一套系列完成以后 28天以后 你还可以加强其中某种方法的训练 来满足你某方面或者某个阶段的特殊需要 比如健康或者财富 或是你希望获得心仪的工作 工作持续成功 或是改善一段人际关系 完成全套的练习以后 你可以随意地看一个视频 进行当中的练习 你选择的这种练习方法 就会是你当天所吸引来的 它必然是你当天最完美的选择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可以在你睡在床上的时候 轻轻地去想一下 但是没有必要变得十分的兴奋 魔力练习的本意 是为了让你实现梦想 因此你必须先要弄清楚 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 现在请你想一想 看看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想得到些什么 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想要拥有什么 不管是人际关系 职业 财富 健康 还是其他任何对你来说重要的方面 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你可以详尽 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要求 但请记住 你的工作只是列清你想要什么 而不是如何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一旦感恩的魔力开始运作 如何获得 获得某件事情的方法 将自动地展现在你面前 如果你想获得更好的工作 那么想象一下 你想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想一想哪些方面 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比如你想要什么类型的工作 在工作中 你希望获得怎样的感受 公司的规模如何 希望和怎么样的人共事 你希望的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工作地点在什么地方 工资 你想要获得多少 搞清楚 你想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什么 然后把所有关于这份工作的细节 都列出来 如果你希望得到金钱 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 那么就写下有关教育的详细内容 包括你希望孩子读哪所学校 学费应该是多少 另外还有课本 衣服和交通方面的安排 以便你能够精确地计算出 我到底需要多少费用 如果你想要去旅行 那就列出你想去哪个国家 旅行多长时间呢 想要观览什么景点 想在哪里住下 或者选择哪种交通方式 如果你想找到一个超级爱你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就写下心目中 理想的他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如果你想改善人际关系 那么就在心中写下 希望获得改善的关系类型 是家人朋友同事 以及你对他的期望 如果你想要变得更健康 或想增强体质 那就写下希望改善身体的哪些方面 如果你想建造理想的家园 那么就告诉自己 你想要怎样的家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说 如果你渴望得到某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车 衣服 或者家用电器 也把它们一一罗列下来 如果你想达成某件事 比如通过考试 获得学位 赢得比赛 或者成为杰出的音乐家 艺术家 医生 作家 演员 科学家 或者商人 等等 无论你想达到什么 都把它们尽可能地 对自己描述出来 我强烈建议你花一些时间 在明天起来以后 为自己制作一份终生的心愿清单 写下你想要实现的小愿望 大梦想 或是在这一刻 这个月 这一年的所有愿景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随时追加上去 实现了的就可以从清单将其除去 烈心愿清单最简单的方法 是在你脑子里面大概做以下的分类 一 身体 二 事业和工作 三 金钱 四 人际关系 五 你有什么个人愿望 六 物质上的需求 然后你再在各个类别 添加你想要的东西 由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一旦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你就指出了你希望感恩的魔力 能改变生活的确切方向 而且你已经准备好 开始这段前所未有的 最激动人心的旅程了 维多和你非常兴奋 但是呢 我知道 我们现在是要睡觉的时间 今天这一个视频 马上就要结束了 从明天的睡前冥想 也就是睡前冥想003的视频当中 我们就要开始做第一天的感恩的练习了 现在先剧透一下 第一天的感恩练习叫做数算你的恩福 第一句的名人名言 开篇说 当我开始数算所获得的恩福 我的生命就立刻焕发光彩 好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现在 希望你可以马上去放松自己的头皮 放松自己的眼睛 放松自己的脸部肌肉 放松你的喉咙 你的脖子 你的肩膀 再往下放松 深呼吸 调整 调整 感受你的肚子随着呼吸 有起 有起 有福 感觉你的眼皮越来越沉了 越来越沉 越来越沉 我和你呢 今天要好好的睡觉 睡一个安稳的 感恩的觉 感谢你 感谢你温暖的被窝 感谢这个宁静的夜晚 感谢这个视频陪着你 让你在睡觉之前 还有灵魂的升华 感谢 《魔力》这本书的作者 朗达拜恩 我也感谢你的收听 和你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是维多 我和你呢 就在明晚的视频当中 再见啦 现在 晚安 Good night Bye